艾维莱,现在你说看的未必是这么淡 美股昨晚也有一个修复下跌势的情况 港股这边你有看,有没有机会企稳一些? 其实港股,我想最近有小,都是一样是一个上落格局 其实各方向都一样不是太明显的 因为始终虽然你说昨天跌回80-200点 前夜跌回400多点 但是其实都是一个区间正在走 就是所谓的区间,大家看现在的图图都知道 就是由回3月中段开始,可能急升 上到可能大概21,000多以上之后 其实过去这两个星期都是卡住在大概21,200 去到22,45这些位置正在做一个横行 所以其实现在只是,你可以说就是 未增值向性突破到,企稳到 但是整个横区间就未失去 所以我想如果以这样看,吊载这个区间里面 可能先上落拉锯 所以我想暂时短期的支持位置 真的是21,200,213附近这些位置 只要这些位置不穿 其实我对港股的看法就不算太过悲观 因为始终一直过来都说,理论估值所有东西 港股一定是便宜,一定是吸引的 只不过说真的,它真的欠一些可以令它持久向上升的一些利好因素 这个其实一向都缺乏的了 所以其实说真的,我现在看港股 就算你说可能是审慎乐观也好 说真的,它也不是说大升的 其实过去也有说过 我想也是有机会可能一波波向上 或者是反复地向上为主 因素上说,其实都是那些 刚才说到美国加息这些因素 甚至苦恶的事件 那而连带上我想港股影响的都是内地 那看内地一些的可能政策上说 特别是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 究竟会不会是真的如期有多一些招数出来 如果是的,那其实对港股都会构成一些支持的 那所以我想暂时短线刚才提到就是21,200到21,500做回上落 那要真的等一个突破向上站稳的 那才能往高一点的位置 这样的一个机率,我想短期的机会性会大一点 嗯,听一看好像之前 就是再大一点的机会是否比较小呢? chart room 宇宙大王就留言说 恒指会不会有4,200,000呢? 嗯,说真的,其实你说4,200,000 我觉得又未主制大一点 就是现在下了2,200,000 都是跌回千多点附近 1,800点附近 那其实都是一些合理的幅度 那但是你说短期有没有机会下这些位置呢? 我觉得就未必这么快 那但是这一季里面,始终第二季 我自己就预期过港股的 range 当然啦,会比第一季一定窄的了 就是第一季都6,800点 没理由第二季还这么大波幅 那但是第二季,我觉得就 也有些机会可能借势呢? 会向下真的试一试挨近2,200,000 因为一来就,你说从技术面上说 叫保护之前的上升裂口也好 怎样都好呢? 那我想都是有需要是做 其实如果这样走的话呢? 对整体后市来讲 更加是理想一点的 因为裂口你始终都要保护了 那所以我想,这一季有机会 可能挨近试挨近2,200,000 这些位置附近了 而上面,如果你说整季的目标呢? 其实自己看着大概2,300,000左右 那其实我觉得就大概3,000点 比较松一点的波幅 这一季 那所以你说碰到2,200,000 我觉得有这个机会 但是这一刻即刻呢? 那我觉得又未必是转 有机会就可能是等着真的5月份 那一转 刚才提到就是比如美国 可能是加50点 而且同步行的缩表 那一下呢? 那一下呢? 那说真的就算说大家预期了 或者有个管理预期也好 那但是资金在过一下呢 一定有个反应的 就是你这样做这些动作 没有理由完全不反应给你看 那所以我想有机会 可能借着那一下 就会所谓扯一扯低少少的港部 那所以我想我自己预期有那一下 才可能会有机会呢? 见回2万或者是2万左右 这些附近左右 那但是你说短期来说 就是可能特别这个4月份 这段时间来算呢? 有没有机会这么快扯回到那些位置呢? 除非突然间有一些更加负面的消息 否则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暂时未来一点 那应该暂时的港股走势呢? 短线比较是还能上落为主先